Hello 大家好 新的一年来了 嘉庆在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多福多彩 事事顺利 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家电的爱用物分享 现在真的不得不说 市场上好多小家电做的真又简单 然后又好用又便宜 然后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里的各种各样的小家电 如果你喜欢的话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呢 就是摩飞的原汁机 这个机子我用了两年了 而且一直都很喜欢 并没有被闲置 它一直都陆陆续续在被使用 它呢是一个榨汁机 但它榨出来呢 是果渣和果汁分离的 这边是出果渣的 这边一打开果汁就出来了 第二位选手呢 也是一款榨汁机 跟刚才不同的呢 就是它是果渣跟果汁搅拌在一起的 你看拧开之后 它这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刀头 这个就很适合你带出去用 然后放上水果呀 你这么倒一摇 就可以帮你榨成一杯很好的果汁 第三位选手呢 是一个便携式的烧水壶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还记得原来弄到小的时候 我出门 总是带着一个这么大的壶 然后带个壶把手 带那么长的线 就很不方便 现在去酒店 因为很多就是 关注生活质量的人 去酒店一定会自带烧水壶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它这种拿上手 一拿就知道是一个很好的质感 而且价格也不贵 两三百块钱 大家都可以接受 看里面的容量也够大 第四位出场的选手呢 是一款净饮机 它是一款带过滤系统的饮水机 太沉了 我又给你们试验一下 这个真的好好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箱 它是3.4升的水箱 像我们家喝水比较多的 就是灌一次 可以喝一到两天 就不用那么麻烦 然后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的蓄水 就是很简单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像这种在过滤系统的饮水机 最重要的肯定是它的滤芯了 我这个已经安上 我就不给大家拿下来了 就看一下 这个是合正电膜的滤芯 可以过滤99%的 重金属和大肠甘菌 而且它的颜值真的是高高的 静态的时候呢 它是不亮的 你碰一下 是带夜灯的 平时夜里面给孩子冲个奶啊 这个小夜灯就用上了 然后这个呢 是可以控制水量的 有四档温度可以调节 常温 45度就适合宝宝冲奶 85度 我很喜欢喝85度的水 适合大人 开水呢 就很适合泡茶 我们就试一下 这45度出水 85度就很适合大人喝 你看85度亮起的时候 铜锁也随时跟着亮起了 就避免小孩被烫到 调到开水模式 放上茶盒 我们泡杯茶试一下 出水了 你看它这个出来的水 就是这种热气腾腾的 很烫 这个静眼机啊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了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 他说过滤大肠甘菌和重金属 咱们得不到验证 但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 我用烧水壶接了咱们的自来水 烧三四次左右 下面就结了一层的 那么厚一层的壶刺 但是我刷干净了 接静眼机里面 接出来的水再烧 一丁点壶刺都没有啊 这个我可以对着灯发誓 这个我是亲身做过试验的 而且我们家北京这个家呢 是没有安那个自来水 那个就是净水器的 我们家平时喝水 都是买那种矿泉水 一大桶一大桶的 就四桶是一箱啊 32一箱 这个的到来 这个静眼机的到来 等于每个月我算了一下 给我们家减少了120块钱的开销 这虽然说你看着是一小部分 但是你架不住机少成多呀 这一年呢两年呢是不是 而且它这个就是耗材 它的这个绿芯也是不贵的 就是就是我觉得很划算嘛 对比起来 好了亲爱的们 以上呢就是我的小家电爱用物分享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好用的东西呢 也可以在评论里推荐给我 今天推荐的一些小家电呢 家庭也都挂在 嘉心饼干主页的橱窗里面 如果有需要感兴趣的宝贝 可以去看看哦 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